美军的马金岛号两栖战备舰队 以及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正在南海进行联合的远征突击行动的整合演习 那么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菲律宾的外长通话 表达了对中共民兵船只在南海聚集的担忧 而面对近期美军和欧洲各国在南海的动作频频 专家分析共军扩张还有南海的资源是主要原因 就很清楚也就是美国是坚定维持所谓的自由航行的权利 那同时也是围堵解放军过度的军事扩张 4月份现在第一个观察重点是英国航舰 就是伊丽莎白号就是表定会在4月份的时候 抵达印太区域也就是南海 那8月份是德国的军舰 现在因为中共它的军事的扩张太过积极 而且具有明确的威胁性 所以才让欧洲国家开始介入南海的议题 那第二个南海本身很重要的是 它并不是只有所谓的主权争议 从经济贸易到能源的生命线 到潜藏的天然资源 都是让南海议题更为重要的原因 4月8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牛俄交的局势和菲律宾外长通话 再一次的确认美非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 而在3月底 美非两国的国安顾问也通话讨论了南海的情势 随后白宫发表声明强调 美国将和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 感谢观看